大家好,今天我研究的主題是文字 那我之所以會研究文字是因為我對 古語這一項科目很有興趣 那接下來要講我的研究文 但現在是我的研究文 然後是研究結果 然後我發現在我了解到說 在真正的文字發展出來前 就已經有許多原始的文字出現了 像是紀錄比較完整的文字 是在3500年前左右的蘇美爾細形文字 那這種最早的文字只是一種主記憶的工具 由簡單的線條爆炸 用以模擬所指的物體 然後世界上面最早的字母 是前1000年左右的培尼基字母 那介紹 現在來介紹像型文字跟指示文字 首先像型文字是在古人仔細觀察周遭的生活 是文號 依具體外在的形狀 加以量會有創造的文字 像是魚眼跟魚 接下來是指示文字 主要是運用符號來表示抽象的概念 或指名失誤的位置還放在等 但是畫盒上面有一個垂直線是代表上 然後畫盒下面有一條垂直線代表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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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來是會議字 會議字 會議字是將兩個或兩個以上文字 利用他們的字型和字意組成一個新的字 例如 性是人加人 那人呢就是指人所講話 言是消息 然後另一個是粉 粉是木加木加火 意思是指燃燒 因為兩塊 把兩塊木頭放在土上面 接下來是行聲字 行聲字是由行符和聲符所組合而成的事情 行符表示字的類別或事物的特點 那聲符表示字的發音 例如銅是指金屬 所以它的金代表它的意思 類似金屬的東西 然後加上銅是它的讀音 然後呢 銅木的銅是 木是植物的意思 然後加上它右邊的銅是它的讀音 然後這邊是資料來源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